挑战用2000片积木 拼新带露 在我们之前拼积木系列的评论区 总有很多小伙伴 想看我们拼新带露 就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兔子 买回来了 开箱 哎哟 箱子卡在里面了 哎呀 这什么鬼 好奇怪啊 它的外包装怎么是这个样子 不是应该在外面有 新带露的成品效果图吗 你们知道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吗 上面写的是building blocks 意思就是积木拼图 这个是说明书 正面和背面都是空白的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面 如果最后一面拼出来的成品是新带露 那就说明没有买错 这什么鬼 前面没有字 然后就进来了 然后刷 能看得到有个头 应该是兔子 继续往上面堆 就堆出了两个耳朵 堆 这就是耳朵 继续往上 这是最后一层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歹你在这边给我一个全景图吧 啥也没有 嗯 没关系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质量还可以 虽然没有效果图 但是这会让我更加的期待 我们拼出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先把这些零件进行分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一共十八代公 整理完毕 虽然只有两千片 但是颜色是真的好看 非常浪漫而治愈的颜色 两千片的积木 大家觉得方伟拼完这个新带路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写在评论区 我们开工 终于拼好了第一层 而且这个积木它是没有底座的 随便都可以拿走 碰一下就散了 这怎么固定 一般我们买积木 它应该会送一个底座 好固定 但是越是这样 我们就越不能放弃 要不然就不叫挑战了 对吧 继续 第二层终于固定好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花了49分钟 对好了前面两层 就相当于是给后面的整个新带路做好了基础 再往后面堆就不会那么零零散散了 还可以拿起来 赶快放下来 本来呢我还想说办公室的小伙伴能够给我帮帮忙 我发现没有办法 之前拼Doraemon的时候是可以很多人一起拼 你负责几层我负责几层 可能最后可以把它叠起来 但是这个必须要在上一层的基础之上往上堆才行 好魔人哦 加油 我已经拼到了第17层 遇到问题了 你看看这个 好好的画面被它给挡住了 其他三个都很正常 这边也被挡住了 哎呦 再看看后面 这一面OK 后面都没什么问题 刚刚我跟老板联系了一下 然后他就把图纸发过来了 17和21 今天肯定可以拼完 现在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 新带路的两条腿 看看里面 里面是空的 但是很结实 我发现拼积木这个系列啊 其实是很治愈的 就是太耗时了 看看这个底部 虽然拼第一层的时候是没有底座 但是我发现越往后拼 这个底座其实还蛮坚固的 我真的超期待看到成品 期待的小伙伴 请把期待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搞定 第27步 小兔子已经完成70% 他们已经下班了 现在办公室就我一个人 我先点个外卖 喂 我点个外卖 拜拜 点好了 外卖来咯 黄焖鸡米饭 吃完了继续 先饱了 继续拼积木 我们已经拼到了第30步 头顶 后面就是耳朵 应该不需要太久 坏消息 深蓝色的2x2 和深蓝色的2x4缺货 然后我跟老板打电话 他说让我统计一下 然后发给他 他再帮我发过来 但是我总不能就这样卡住吧 我的想法是先把耳朵拼出来 剩余的凑合一下 也只能这样子了 两只耳朵 做好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把这两只耳朵 放上去就可以了 安装好了 转过来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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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哇 真的是帅呆啦 现在是晚上10点55分 终于做好了 真的好漂亮 但是整个过程真的很煎熬 我是从今天上午9点多钟 拼到现在13个小时 拼积木系列真的是我们所有挑战中最耗使的 没办法 大家喜欢吗 废话不多说 大家还想看我们拼什么 尽情写在评论区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帮我们点赞哦